2020年,22岁的赵露丝因为一个手滑,残忍一场道歉风波 那时的赵露丝或许是本着只是上网冲个浪的心态 无意间点赞了一条,吐槽宋茜精英女神的帖子 至于那篇帖子的内容,一句话概括就是,宋茜穿的礼服很显胖 而因那时的赵露丝还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不论人气还是知名度,都与宋茜差了一截 所以当这条手滑点赞被众多网友发现后,赵露丝成了那个靠拉财宋茜上位的茶女 或许是意识到事情的走向不对 10月17日,露丝关播紧急发文,真诚向宋茜道歉 并坦白啊,自己真是不小心点赞的 好在,宋茜本人也委婉接受了致歉 可说到这儿,还是难免要为露丝感到担忧 如果接下来她没发那句话,现在又有谁会说她是绿茶呢 2020年10月底,一条赵露丝表扮肖战的通稿,火速霸占了热榜 经是一个名为赵露丝的微博用户,发了简单一句喜欢你 连爱特雷X9少年团的肖战,以时几起千层浪 许多小飞侠纷纷站出来,指责赵露丝恶意从流量 百口莫辩的赵露丝工作室,只好发布声明澄清 有网友恶意伪造艺人赵露丝的微博 看理说,有专业团队的保驾护航,赵露丝只要保持沉默 等热度渐渐退去,她与肖战都会成为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可谁知,仅仅过去一天的时间,一向很刚的召集 紧接着就在官博发文,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不该不开心 于是被她这一顿操作一搞,本来要消散的热度再次迎来一个爆点 但无论这个热点是正面还是负面 露丝获粉无数,连上综艺,活动助增 都成了有目共睹的流量回馈 而或许是她看到了走红的契机 2021年4月,露丝再次因为手滑,点赞转发了一个拉彩无旋仪的视频 博得了热搜的一席之地 而这次的澄清声明,简单概括就是,朝露丝拍国子剑来了个女弟子时 丢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并被人捡到,才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 至于这篇声明究竟几分真假,在宣传新剧上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不过你能因此说露丝做错了吗 毕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手滑并无辜,并成功出圈 对不起,按摩托网